台湾传统市场富含各种好滋味及人情味 不过在大卖场超市冷冻食品的竞争下 近年营运大受影响 今年又遇武汉肺炎冲击消费力 传统市场买气一度只剩下五成 尽管台湾防疫得宜消费力回笼 但买气至今尚未完全恢复 因为现在是11月初 刚过完中秋节不久 秋冬的刚开始 那整个一年来讲 这个时候的消费力倒是最大的 消费力是最强的 那我们全国传统市场的 这个整个消费力 现在看起来还干干的才开始有点回温 为协助传统市场找回昔日风采 经济部中部办公室 以美食美感为主轴 设计多元行销方案 今年选择每年产值 约新台币三亿元的鱼浆料理 作为主角 向全台公有市场 夜市的鱼浆料理业者 广发武林帖 举办台湾米其林 市场鱼浆王争霸战 鉴定自制鱼浆的业者参加 要从美味 创新 制作及贩售环境的面向 选出市场鱼浆王 我们比较希望的是说 在现在设定的这两组 就是鱼丸跟其他的鱼浆的制品 这一组里面 都能够帮大家筛选出 好的鱼浆的产品出来 介绍给大家 所以我们是从一个 帮大家把关筛选的角度 介绍台湾的鱼浆王的美食地图 经济部中部办公室表示 截至目前询问热度高 甚至许多有意愿的业者 都是市场自制会的雷市长 依照规划 11月下旬将由评审到摊商审查 12月上旬举办决赛 而在选拔结果出入后 经济部也将绘制于江王地图 供民众暗图所记逐一品尝 并搭配相关的行销活动 派能借此拉抬传统市场的满气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 郑祥云 谢嘉欣采访报道